从出生到死亡,从准生症到死亡症,中国人的一生似乎都在和各种各样的证件打交道。 有网友曾经总结,一个中国人的一生至少需要办80个证件,人们不禁感慨,感情中国人的人生就是为办证而活着。 学者指出,中共的思路就是要控制老百姓,导致社会制度的设计浪费了人民大量的时间、金钱和精力,这是导致中国贫穷的最重要原因。 有症走遍天下,无症寸步难行,可以说是当今症见中国的真实写照。 出生要有出生症,上学要有学生症,毕业症,学位症,四六级症,普通话水准症,上班还要有上岗症,健康症,教师症,医师症,会计症,连出门打工都需要出门打工症。 收割玉米要结肝放倒症,领退休金要生存症,中国无疑是世界第一证件大国。 其实,活化症和安葬症,死亡症,房产症,残疾症,为死亡证明被网友评为中国最折腾人证件的前五名。 武汉秦先生表示,有时办理的证件很荒唐,例如秦先生想用他妈妈的房子做生意,户口本上已经写明他们是母子关系,但工商部门要他再开证明,来证实这层关系。 如果你要办很多的事情的话,那肯定不止八十几个证,那远远不止八十几个证,你比如说你要做生意,开了小门面,那你就要办营业制造,营业制造就是卫生许可证,健康证,什么税务登记证,工商许可证,等等等等证。 秦先生认为,在中国需要办理如此多的证,原因就是各级政府部门为了收费。 有统计显示,中国目前的各种证件费用多达两千多种,也有人指出,办证已成政府获取利润的手段。 一个农民继承打工,必须携带至少五种证件,每一个证件都是花钱办来的,面向法人的办证费用就更高了。 在北京注册一个企业,在1998年需要大约两万元,虽然几经改革,但到2002年仍然需要大约六千元左右。 过去仅赞助证费一项,深圳11年可收取10亿人民币。 广西横县寄生局和劳动副公司合作半类寄生证,六年就收入560万劳务费。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指出,中共构建社会制度的基本思路就是控制老百姓,控制人,所以一开始就用各种证限制人,并采用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。 除了体制的原因,制度上的原因之外,就是这个制度设计所导致人们大量的把时间、金钱、金率都耗费在这种无谓的证件上,无谓的管制上,是导致中国人贫穷的最重要的原因。 那么前三十年根本不允许挣钱,这三十年虽然允许挣钱,但是有很多的阻碍、障碍来束缚着你。 考察世界多个国家的文学博士刘开明还表示,世界上无论贫穷或富有的国家,华人从第二代以后基本上都有了体面的生活,但在中国这个土地上,因为统治者的不断折腾,导致中国百姓依然贫穷。 远在我生成长的年代,也就是说五十年代开始,我们的居住,我们的学习,我们的分配工作,甚至于到结婚登记,都无不在共产党的平正机构的安排下面,所谓的统一安排,服从革命需要,这样的一个名义下面进行的。 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中国民运人士沈元表示,在美国办理许多事情,一张护照就足够了,不需要办各种证。 沈元还指出,在中国证件成了共产党管理的手段,他们用户籍证等各种证把人困死,让每一个人都离不开党组织的管理。 。